作者 默默 眼波人 居武八雅居 七天经冷然一笑 哼道 秦阳神殿确实了得 温子深温殿主的实力 本作也极为敬佩 但那又如何 你们秦阳神殿只是在南狱作为作福罢了 这里可是东狱 温殿主神通再强 还能跑到东狱来撒野 抢龙不押地头蛇 这个道理高长老难道没有听说过 本作既然打了你的主意 就不怕被你们秦阳神殿追查报复 高雪庭文言美眸中不禁闪过一丝绝望之色 如今他身受众伤 只能躲进这药园里 好在此地有上古大能留下的禁制 被他成功激活 可今年累月之下 这禁制能维持多久 他心中也没底 一旦真叫居天青破开禁制 他绝对没有还手之力的 心中暗暗打定如意 若禁制真的被破坏的话 他立刻自爆 即便是死也不能毁了自己的一身清白 美眸中不可抑制地浮现出那一张 玩世不公的笑容和那懒洋洋的说话语气 以及那让人火大的态度 高雪庭眼中的灵力逐渐被一抹温柔所取代 被你养大又有什么关系啊 从十八岁开始自己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可恨即便是自己修炼到帝尊 在那人眼中依然只是个小丫头 从来不曾被当成女人对待过 若有来生绝对不会让你养大 绝对要健康成长 然后作为一个女人重新站在你的面前 祖孝 休息够了吧 若是休息够了 过来帮你吧 如何 居天经久攻不下 不免有些交集 回过头来 冲不远处 另外一个正盘膝而坐 调息聊生的帝尊静说道 这人正是昆元城城主祖宏 此地三人修为都相差无几 皆是帝尊一层居 真要是打起来的话 彼此实力都在伯仲之间 高雪亭之所以受那么重的伤 并非是他实力不如居天经 而是因为居天经和祖宏两人 以多敌手 同等级舞者之间的较量 本就危险至极 高雪亭以一敌二 能反伤到对方一人 也是实力强大的表现 祖宏此刻也是脸色发白 一枚雕刻着无数猛兽的大印 就放在身旁 气息浮沉不定 随着吐纳 他身上的血肉蠕动 那受伤的位置也在逐渐愈合 也不知道修炼的是什么奇功 听到居天经的招呼 祖宏睁开了眼睛 皱眉道 居秀 来此之前 你可没告诉我要对付的 是青阳神殿的长老 居天经一笑道 怎么 祖宏这是怕了 青阳神殿确实有诺大名头 与我凡天圣地不相上下 但那是难遇的宗门 祖宏 聚他作甚 祖宏呢 居兄确实不怕 凡天圣地 家大业大 青阳神殿固然了得 可此事过后 居兄只需要躲在圣地中 青阳神殿即便得到了消息 也拿你没办法 但祖某就不同了 祖某只是一方城主而已 那温子圣温殿主 若真的来了东宇 祖某如何能与之抗衡 只怕随随辨别 都要被轰杀制炸呀 居天青嘴角一抽道 祖兄未免 有些启人犹天了吧 此番之事 我等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且不说青阳神殿 能不能得到消息 便是得到了消息 也没有证据 祖兄怕什么呀 祖宏摇了摇头道 祖师小心为啥 居兄背后有大靠山 大树底下好长粮 怕是不懂我们这些 无门无派之人的难处啊 居天青冷笑道 都到这个时候了 祖兄不会是想打退堂鼓了吧 祖宏沉吟道 热到不至于 毕竟我与你联手上了这位高长老 就算我想退出 只怕也无法抽身事外了 居天青道 既然明白 那你在犹豫什么 祖宏道 先前居兄告诉我 此地有天大的机遇 好处五五分城 祖某也没有犹豫 便答应了 可是现在看来 这五五分城 怕是有些名不负实啊 居天青一愣道 怎么会 此地乃上古药员 无数奇花异草 但解决了这剑人之号 所有灵药 我与你对半分就是了 居某的信药 你难道还信不过 祖宏撰孔咧嘴一笑道 灵药可以对半分 その准致原因之力呢 居修如何跟我对半分呢 居天青文银 表情不禁古怪起来 正正道 这如何分啊 原因之力可不比别的东西根本无法分配 祖翁忽然道 举修被困弟孙一层巅峰多年 祖某听闻早些年你为了提升修为 似乎修炼了一门双修功法呀 采取了不少女子的原因之力 连门下的两个清传弟子都没有放过 今日若是让你输了这位高长老 姬兄是不是要突破桎梏 谨声弟尊两层镜了 被祖弘点破自己的私事 居天经老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 尤其是他说自己两个清传弟子都没放过之事 此事极为隐秘 也不知道祖弘是怎么知道的 祖兄的意思我大概有点明白了 居天青点了点头 有些不爽的轻哼一声道 祖兄想要提条件的话 尽管开口就是 你我相交也有不少年头了 不必这般拐温抹角 祖弘文言眉头一扬呵呵笑道 居兄息怒啊 祖某也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若真能让居兄突破智雇的话 祖某自然全力以赴 帝尘境的修炼极为艰辛 想突破一层都难如登天 居修若得帝尊两层界 可是天有知性 即是浮现灵丹妙药能带来的好处 说人话 居天青有些不耐地说道 祖弘脸色一善道 此地灵药 祖某要三七分成 你三我七 居天青顿时脸色一沉 温怒道 祖兄你胃口有些大了吧 这里的灵药 每一株都有万年药灵 居然是地气灵药 也不知道是上古哪位大能栽种下来的 许多都早已试传绝技 放到外面去 可全都是炙手可热的宝贝 你居然一开口就要分七成 要不你拿三成 这位高长老闺女 我分七成怎样 祖红笑眯眯道 我要这位高长老做事 美人虽好却全身带刺 祖某享用不起啊 再说了坐地起降落地还钱 我这不是与居兄商议吗 死了绝对不能再多了 居天青冷着脸道 虽然事成之后 居猫有极大的可能 竞生地存两层性 但若得到此地如此多的灵草妙药 祖兄竞生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这般分配 你绝对不亏 祖红沉饮了片刻 眼中闪过一丝绝燃 恨肉道 好 就于居兄所言 四六 真要算起来 居天青绝对占了点便宜 但他毕竟是凡天圣地的张狼 若此番能够晋升到帝尊两层镜的话 实力必定暴涨 自己现在卖他个面子 日后也好与之相处 那边啊 高写廷听两人当着自己的面 开始瓜分利益 而且竟把自己也给计算了进去 不禁气的有些发抖 可他现在连自保之力都没有 即便愤怒也是无可奈何 四六 这怕是有些不妥呀 一个突兀的声音忽然响起 祖红和居天青都是身形狂疹 眼漏骇然地朝声音来源之处望去 在疗伤的祖红更是直接站起身来 身边那地宝万寿印 光芒微闪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此地乃是一处小世界 就隐藏在那虚空夹缝之中 若无那凉拌瘦皮开启禁制的话 根本不可能有人来到此地 他们能够进来 也是因为激发了那两张瘦皮上的禁制的缘故 可是现在 这里竟又多了一个人 饶使祖红和居天青身为帝尊性强者 此刻也不禁有些头皮发麻 而另一边 原本一脸绝望的高雪亭 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却是忽然焦躯一阵 灰蒙蒙的双眸中绽放出奇异的光彩 运足了木栗朝一旁望去 不知什么时候 距离三人十几丈远处 一个青年鬼魅般地出现在那里 一脸笑盈盈的表情 若非他主动开口说话 只怕此地三人没一个能发现 什么人 祖红大鹤一声 居天青也是紧凑着眉头 神念毫不掩饰地朝杨开身上扫去 但发现他不过也是个帝尊一层镜之后 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不管这人是怎么进来的 又有什么目的 只要修为不超过自己 居天青就不是太惧怕 祖城主居长老 杨开笑眯眯地冲两人一攻守 一副大家很熟悉的样子 久违了 祖红面上表情惊疑不定 认真地打量着杨开 却发现来人的面口极为陌生 自己压根就没见过 忍不住沉声贺问 阁下何人 杨开微微一笑道 区区贱名不足挂齿 祖红不禁气得脑袋发晕 却也知道对方不愿透露出自己的性命 继续问下去也是无济于事 他神死一度低喝道 你是怎么进来的 先前居天青和高选亭两人联手进入此地时 居天青悄悄地留下了一个暗门 正是这个暗门才让他也得以进入这里 可是阳开是怎么进来的 难道也是利用了那个暗门吗 不对呀 那暗门破解之法 只有居天青和自己知道 旁人根本不可能知晓 更不要说外面还有居天青的几个清传弟子守护了 这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这里 那外面的人只怕有些凶多吉少啊 想到这里 祖红心头一惊 不着痕迹地朝居天青望了一眼 却发现他一脸淡漠之色 竟丝毫没有为自己的弟子的安危所担忧的神情 朋友神通了得竟能找到这里来 本座佩服佩服 居天青淡淡地望着阳开 口上说着佩服 面上却是半点佩服的意思都没有 他开门见深的 是财朋友说四六分城有些不妥 不知朋友有何高见 阳开懒洋洋的 高见不敢当 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愿闻其想 居天青沉着脸道 这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了 两位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怎样 阳开眼角含笑地望着两人 放肆 祖红气坏了 他本以为这个经年是想来分一杯羹 若只是如此 捏着鼻子倒也认了 事后再跟他算账也不迟 却不想这家伙胃口竟是这般大居然要全收了 那他辛辛苦苦跟着 居天青来此 甚至不惜得罪了一位清阳神殿的长老是为了什么 这样的提议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大家都是帝尊一层性 真打起来谁怕谁啊 更何况他与居天青还是一伙的 而阳开不过是孤身一忍 居天青也是神色一怒冷哼的 小朋友口气不小 不嫌吃相太难看了 阳开也是脸色一沉 说谋生寒的 老东西说话注意点 惹怒了本少别说本少不懂尊老爱幼 好好好 居天青怒急返向 那本座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 尽看这一般大言不曾 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阳开哈哈大笑轻蔑地望着对方的 居长老 莫说你不认识本少 你那几个弟子可是一见面就戳破了本少的身份啊 连你几个弟子都认识我 你身为凡天圣地的长老 却装着一副第一次见到我的样子 居心叵测呀你 居秀 你认得这小子 祖宏诧异地望着居天青 被阳开点破 居天青脸色不禁有些难看 沉生的 认得 此次名叫阳开 在碎星海中杀了成好成贤两人 与我凡天圣地之仇不共戴天 啊 长贤长好 两位圣子死在他手上 祖宏大惊失色 碎星海莫名关闭 他也得到了消息 而且也知道 凡天圣地这次损失惨重 但是两位圣子的陨落 就让凡天圣地 元气大声了 这两位圣子可都是百年不出的修炼天才 被凡天圣地诸多长辈极为看好 是凡天圣地的未来 却不知在碎星海中出了什么变故 竟没能安全返回 直到此刻 祖宏才知道 那两位圣子竟然都是死在这个叫阳开的青年手上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